白色声音男子一进到派出所 语气着急相当无助 他告诉远景手机不见了 眼眶含着泪说着 年初的地震带走妻子孩子 现在只剩手机里的照片 难陪着他了 2月6号凌晨地震当下 他冲到卧室保护妻子和儿子 大楼突然倒了 他被弹飞获救 遗憾的是妻儿在三天后被挖出 当时妻子紧抱着四岁儿子 双双罹难 一家人的照片也被埋在瓦砾堆中 远景不舍陪着无影跑遍 可能遗失手机的地方 一路陪着他找了十公里远 热心谈犯告知他们 手机刚被一位民众捡走 原以为找不回希望 索性手机是被民众拿到派出所 这名穿着黑色背心的男子 就是帮忙捡回手机的好心人 洗出来还是什么都这样子 还是还没去工作 因为我有时候每天都会看一下他们 即使手机救了 在外人眼中不起眼 里头的回忆却是支撑他 走过来的精神支柱 妻儿走了家没了 一无所有的他 只剩手机里妻儿的照片陪着他 记者赖冠章赖笔箱 台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